明明沒有羹 卻叫羹原面 可是台中人可能聽都沒聽過 大麵羹這三個字 大麵羹是我們台中的早餐 大家都會對大麵羹有誤解 以為裡面有加羹 其實它是麵條 在製作過程的時候 它裡面會加那個鹼粉 所以煮起來會有濃稠的樣子 很像是羹 加鹼粉會讓麵條比較Q 煮完後就會把它悶 吃起來就軟Q的感覺 大麵羹的由來 小時候我爺爺的說 以前立春架出去的人 也會回娘家 可以帶大麵羹條 跟三層肉媽媽就會把它煮成一鍋 我們全家一起吃 所以我賣大麵羹的店 幾乎都會賣燒肉 為什麼要配燒肉 因為以前是農工時代 大家做的工作都變重於苦力 就要吃肉吃過的餓 比較有古早味的感覺 我都十二歲吃到現在 我吃三十多年了 一星期都會吃兩三次 都會吃了 我朋友的記憶體 就是他會常帶我來吃這間 他現在長大我都自己常來吃 我覺得吃爪麵羹就是要配燒肉 他們兩個是絕配 有機會來台中 比外面還常常 做完屬於台中的味道喔 中新聞 台中報導